How is going everybody? Welcome to Chris and Holly 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看见我穿上这身衣服就知道咱们又要说幼教系列的视频了 这一期呢应该是真最后一期了 这期咱们主要说一下从预注册到全注册的材料的准备 如果屏幕前的你想来新西兰读书工作移民 甚至说想读幼教来基督城 那么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里面不仅我会定期更新一些个移民的思路和移民的信息 也会有非常博学的小伙伴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那找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在YouTube或者Bili上私信我 或者是直接扫首页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的基本情况呢就是在2021年12月16号的时候 拿到了kindercare这个permanent full-time teacher的这个职位 然后到2023年底的时候呢就正好工作两年了 但是因为马上就圣诞节嘛 就哩哩啦啦就拖到了24年的二月 才给我拿到了这个全注册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个全注册的材料是怎么准备的 因为我的这种情况呢 我是在kindercare相当于是从头干到尾两年没有间断 那我的材料其实相对是连贯的 那其实我在其他的视频里 比如像我的大师系A里面 也介绍了就是kindercare 它确实是以这个paperwork建成 所以我不用在资格证这块去 花太多的心思去准备去要材料 他们自然而然的会给咱们培训 把东西都准备好 那如果你不是在这种连锁的大园 或者说中间有换园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非常建议把这个视频看完 这样的话你起码知道自己在准备全注册的时候 都需要有什么东西 那这样的话 你在去管你的幼儿园去要材料的时候 也是有的一方式的去要这个材料 当然要提前说一句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团队 大家关系好 是吧 关系铁 你可能什么材料都不用准备 人家也能给你签字 那也能拿到全注册 但是呢 就是跟这么不负责的团队一起工作的话 自己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是吧 所以我这个材料呢 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个经验 然后呢 也是我觉得就是比较不会被人挑出毛病来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咱们开始吧 既然是准备申请材料 那大家可以先去set up自己的folder 就买一个这种活跃性质的 这样的话 这边相当于比较方便往里面加东西嘛 看一下一共是有五个部分 从这个general document internal evaluation professional growth deco 还有这个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reading 然后最后的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forward 那这五个部分呢 咱们都会展开来说一下 那一个一个看吧 那如果是比较专业的园 或者说比较大的连锁园的话 那前两个其实你自己都不用怎么操心的 都是园长啊 或者你的mentor就给你set up好了 那如果是小缘的话 那大家还得自己操个心去要一下这些相应的文件 比如像第一个就是commitment to teacher registration program 那就是在这边了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签字的文件 一些签字啊 日期什么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progress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set up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progress induction and mentor program for这个professional teachers 那这个整个是一个set up好的东西 所以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用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record of your introduction mentor meeting program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表格来的 但是后来因为都改到网上了嘛 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个elukah 所以在那上面可以查到全部的记录 然后我的mentor又比较懒 所以就没有在写后边的 但是没有关系 这是他们负责的部分 就咱们知道就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annual professional growth cycle statement 这块的话呢 是需要一个签字的 对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签字告诉你哪行哪不行 那这样呢 第一个部分就这样轻松愉快的完事了 第二个部分呢 可以看到是这个internal evaluation 那像我们这个就是太太局限了嘛 就是kinder care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是没有给大家放上来任何材料的 这块是空的 对因为我给拿走了嘛 从第三部分professional growth cycle开始 就是咱们要准备的部分了 也就是重点要来了 那因为后边的文件呢 我都是这种横着的文件 所以我就先把文件拆开来 横着给大家去看一下 那移上来 一般大家的mentor都会让我们对overcode overstandards 会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所以会让大家去填这样一个表 诶 就是这样的 他会问你是怎么去practice这个standard的 那你有什么evidence 你准备怎么提高 那这都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咱们上学的时候都 都 学过嘛 那主要就是字写大点 然后把东西填满 如果实在不会写呢 可以谷歌一下 这是最开始的一份文件 接下来就是professional growth里面 喜闻乐见的reflection 那每个月两篇持续两年 可以看我这块是从21年的12月 一直到这个 23年的12月 都是每个月两篇的这样的一个产量 我这块要多说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定要注意你们的这个treaty of Watani 这个standard里面 一定要足够多的evidence 因为确实是在审查的时候 会侧重 或者说更容易要求你这块的evidence会多一点 这是关于reflection 那在两年的时间里 自己又怎么去统计自己 在每一个standard里面有多少个evidence呢 那我就用这个educat这个系统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可能有的小伙伴还不知道 就是刚开始是portfolio嘛 就是自己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点这个summery 然后这块选上 从21年你随便选一个早一点的日子 然后选到这个 New Zealand standards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这个其实就是our code our standards 然后点refresh 那这边就会出现来就是说 这两年你的这个相关的evidence 对吧 像treaty of Watani这块 就会有10个以上的 那底下的其实有的才八九个 六七个都有 但是第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可能有些审查的会比较注重这块 接下来就是professional readings 那这块呢也是要做一个像目录一样的东西 就是把你这两年读过的文章去做一个总结 那这边呢 你如果没读或者说不想读也没有关系 但是给人看的时候最好还是就是做一点这种笔记性质的 感觉的能让人家感觉出来你真的是在读 就会稍微好一点 那如果你真的读了的话呢 那相当于这个你还可以去写你的reflection 那相当于一下有两 evidence了 就也不错 然后就是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flection 那这块呢是要求一年两篇 两年四篇 那可以看到这块也是一个PD的相当于是record 那这边你做的这个PD是叫什么名字 什么时间 谁给你做的 稍微记录一下 然后因为东西比较少嘛 所以这边可以打印出来 对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PD的reflection 相信接下来的learning story 大家也是非常的不陌生 那天天都得写 如果想好好写的话 确实可能会占用一些个飞上班时间 那如果想好好写的话 我在这个视频也就是第六门课的这个A 这个里面的大概的六分钟左右 详细的解释了这个room plan到monthly plan weekly plan到individual plan 还有learning story 它之间的关系和怎么去写 我这边就简单的去再过一下 那这块呢就是我每天的计划是什么 这相当于是一个weekly plan 然后这边会有日期 然后做完这个月的weekly plan之后 那我负责的这些孩子 这是人名 然后那对应他们的interest的urge 还是learning disposition 然后里面具体安排了什么活动 对吧 那最少我们这边要求是两个活动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还可以打印出来一篇 你觉得不错的learning story 去作为一个evidence去留起来 那每个月循环往复 直到拿到全注册 那第三部分的最后一个小块 mentor meeting notes 其实和这块第五个部分的 这个mentor meeting notes 我是放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都是在这个educa里面 可以找到的 所以只做了一个目录 那这样的话 第三个部分就做完了 那如果你第三个部分是好好做的 那第四个部分 其实是基本上是白给 为什么呢 因为第四个部分 那其实就是这个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那只不过是可以看一下 这个professional learning 那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PD里面的笔记 那咱们每年这几篇PD 其实简单做一下笔记就好了 那至于说workshop certificate 还有articles 那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那我做的PD里面没有要求去 就是真正给这个certificate 比如像这个incredible years 那我人家没安排我做 那我就没有 那article reading的话 其实在前面这个professional reading里面 已经有过了 对这个就是第四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这块呢 就是咱们的mentor 会给咱们进行这个observation 那每年至少两次 那他们会给自己的observation 起一个名字 不管是咱们的med time 还是咱们的daily practice 那反正咱们做好这样的一个目录 什么时间 他给咱们做了什么observation 四个就够了 然后后边呢 就是这个mentor catch up 就是大概是每六周会进行一次 mentor catch up 也就是一个半月一次 每次的时间 然后这也是相当于是一个目录嘛 对 然后其实呢 每一次的话 还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记录 会议记录似的 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每次的东西呢 也都可以留下来 那这样呢 咱们全注册的材料就准备完了 在这里我还是要再次感谢一下 这些老朋友 是吧 对咱们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频道的解囊相助 也欢迎新朋友 不论是过去的 还是现在的 还是未来的 小伙伴 可以关注 转发 点赞 咱们的视频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